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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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6 Sneakers的克拉拉小姐姐 今天呢要给大家开箱一些我最近在美国买到了一些单品 当然就是一双鞋和几件衣服 那首先呢感谢一下别样APP sponsor了我 就是给我一次购物体验的机会 从美国的一些官网 就是直接寄到加拿大这边来 因为有些东西嘛 就是虽然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就差那么一段 对吧 但是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就大家可能不相信 那我们就一件一件单品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单品呢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阿迪达色鞋盒 有没有猜到我买的是哪一双鞋呢 当然就是这一双Yang1 就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奇怪说这 克拉拉小姐姐在加拿大 偏要从美国买一双Yang1 对吧 就主要原因呢其实是在加拿大这边 像Adidas.ca的话 它其实是买不到女鞋的Yang1 虽然说我之前有评测过这个男鞋的Yang1 但是女鞋的话呢一直是没有的 就只有Falcon这个鞋型 那我个人觉得呢我一直想要入一双Yang1 因为它的整体的鞋型啊 就比Falcon要更加OG一点更加好看一点 所以说呢正好借这个计划就是Falcon App sponsor我们 我就有机会从美国的官网来买一双 这个自己想买的鞋 那Falcon APP呢其实是就是跟 有一些美国的官网有一些合作 所以说呢就有机会 我也对比了一下它们APP上的价格 以及官网就是其实是价格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那这双鞋呢我到手的价格是907.24人民币 是132美金 那官网上面是120美金 因为我到手还需要加上邮费啊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那这双鞋整体来讲呢就是 跟我想象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因为像我之前评的这个Yang1的话呢 它的鞋底是有一种就是Off-White的这个颜色 但是这一双呢它的中底部分的话 它就是完全白色的 相反的它这个鞋面部分 像这种帆毛皮的部分呢 它是有加了一些这种Off-White的感觉 那整体呢我感觉它是有种低调奢华的感觉 而且呢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我就很想赶紧穿着这一双新鞋出门 另外的话呢就是它这个鞋底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托设嘛 那这块有个叉叉是黄色的 其实呢整体来说就是一双比较百搭的小白鞋 但是呢我觉得它比较OG 然后更加复古一点 所以说比较适合 跟今天要一起说的一些工装 放在一起合 那这个呢是Carhead的工装 然后是从 那么大一个盒子 Mustra这个官网寄过来的 它其实呢像Yang1那双鞋 而且是阿里达斯帮我买的嘛 所以是分两单一起买的 那我就一个一个开箱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件呢就是这个黑色的Crew Neck 感觉呢还是挺厚实的 质量应该还挺好的 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 你们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第二件呢就是非常有工装的感觉的马甲 就我穿着应该挺土的 就等一下给大家试一试看一看 第三件呢就是一件灰色的这个短袖T恤 就应该还是挺百搭的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Carhead 非常经典的一个Pocket在这边 最后呢就是我之前 已经忍不住打开的一个工装的这个背带裤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那接下去呢我就来介绍一下Carhead这个品牌啊 那它是1889年的在美国建立的一个工装品牌 就一开始呢是都是 其实美国当地的工人在穿这些衣服 所以说整体来讲呢 这些衣服的面料其实非常厚实 而且耐磨的 就毕竟嘛要在工地上干活穿的嘛 那后来呢从日本飘过来了一阵 流行穿这个工装风 然后呢这个品牌呢也被很多人所知道 那很多喜欢潮流的人士就开始穿这个品牌 逐渐也传到了欧洲啊 那1994年的时候呢在欧洲就开了一个 这个Carhead Whip这个支线 也就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支线吧 但那个支线的话它的衣服肯定是比在美国的Carhead要贵很多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从美国买的这个Carhead这个品牌 那整体价格来说是非常实惠 而且说面料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厚实 但是这个品牌呢对于我一个土身土整的中国人来讲 可能会选择尺码上面有一些困扰 就是比如说这件背带裤吧 就可以看哎呀呀呀它这么长 然后呢我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穿上会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太长啊之类的 另外呢就是这四件里面其实我只有这一件短袖它是女款的 而且这个尺码是奇奇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选哪一个 我也就随便选了一个相当于medium的size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赶紧试一下这四件衣服 哎我试一下这个短袖啊它上面其实是写的small 4缸6 那这一件呢还是对我来说还挺正好的 稍微有一点点修身有没有 那这件衣服呢是16块9毛5折合人民币的话是117块钱 跟我刚刚这个换下来的这件绿色的优衣裤 其实价格差不太多 就是还是很经济实惠的 毕竟是个工装品牌嘛 像日本的一些工装品牌 它其实价格真的是我觉得太高太高了 这个carhart呢在美国的话我觉得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这个比较经典有个口袋 然后上面有个carhart这个标志 第二件呢就是这个其实我最不大喜欢的 感觉太土了哈 就买了一个南马大马的这件马甲 上面呢而且写了它是rain defender就是防雨的 我就试着套上给大家看一下 老爹没有没有很老爹哇好搭呀这一件 那这一件的话呢就是你看就是男装就是好多口袋 什么侧袋子然后这侧边的袋子这儿还有小的袋子 然后这拉开了以后又有一个袋子 就是我知道就很多男生他就喜欢袋子很多 像我爸就是这样的另外的话呢也有一个这样的pocket pocket然后上面写了carhart和它的标志 这一件马甲的话呢是还打折了是该打折 打下来是52块9毛9美金折合人民币的话呢是365块钱的样子 诶这一件呢是我最有自信的一件cruenac 就黑色嘛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会出错的 这一件呢我买的是男款的m的size 一般呢我就比较喜欢如果穿这种的话 我就喜欢穿一些比较oversize一点的 那这一件呢等下我就跟这个背带裤一起出门 这个size呢是确实比正常的一些品牌要大一些的 那这双这个medium化的话就是我的已经到这儿了 但是虽然我很喜欢袖子管非常长的衣服 那平时呢我一般穿sam小哥哥衣服 像supreme之类的都是large的 也是差不多跟这个size一样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比如说平时穿large的话 可以建议你们买medium的size 对我来说其实还挺正好 我就喜欢穿这个码的 这个cruneck的价格呢是34块9毛5美金 太便宜了吧 折合人民币的话呢是241块钱 那除了这个这个背带裤我还没上升 一共四件的话呢加上这个运费 它是国际运费是30美金 然后包括它而且呢就是比较APP有个非常好的 就是它有一个关税补贴 就我买了这四件嘛一共加到加拿大这边的话 加了十二十刀左右样子的税 然后我就把我交税那个小票传到那个APP上面 然后它给我8到10个工作日内呢就退下来了 另外的话呢像新人啊什么你买的多 他都会给你一些优惠券 所以说这四件衣服的话呢我一共是省了25块钱 然后合计人民币的话是1249块8毛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除了这个背心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以外 别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会很好穿的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来出门看一下 这个背带裤我穿的是什么样的效果吧 就我这一件呢买的是男款最小的30x32的 就穿上其实我挺累的 就是因为这一件Crew Neck它已经非常厚了 所以说我就很难把它塞到这个裤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能穿短袖或者长袖里面 塞在里面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背带的话 它其实跟我平时穿的背带裤不大一样 就是它这个扣呢是这个样子穿进去 就是它先是竖着插进去 然后横过来 然后就这样就完成了 就我刚研究了很久很尴尬 潮流人士穿背带裤都不按照正常风格是吧 就都只记一边 但是呢我刚刚看到了就这个标志是在这儿的 如果不记只记这一边的话 就是它这边就塌下来就看不见了对吧 好了我就穿完啦 然后我们等一下出门看一看到底整体是什么样的效果吧 现在呢我感觉就是整体还可以 现在腿非常的修长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男生 我之前没有穿过男生的裤子 就是当好的样子 当好的样子 他可以还在一起 这些是平纳的肘感觉 这是最好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感觉 但是我很好看 画面有那个啊 类似的 为什么呢 那只好是 �e战着 我觉得你这些很只要阿 潘着给你 欸! literally,К diınınё when i not heard that week M approved asian nerd! you're trying to make the badass,it is not worth it you're like,you have a stereotype in those back there they're terrible 好好的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6thinkers channel的话 一定要点击关注之后 会推出更多有关球鞋潮流方面的review 以及加拿大的vlog 拜了个拜